整理女儿生前的医务 父亲眼中满是哀伤与不舍 台东市一名11个月大的女婴 这个月8号因为呕吐义奶 意识不清被送医急救 经医师检查却发现头部疑似遭到重疾 全身也有多处瘀青 医护人员怀疑女婴受虐待 紧急通报社工跟警方 但小女婴仍不幸在14号宣告死亡 女婴生父表示 自从去年跟妻子离婚后 到孩子送医的期间 她完全不知道孩子曾经被安置 如今接到社会处通知 却是女儿在医院抢救 也是两人见到的最后一面 免当孩子回到家里 然后到了10月8号送医这段期间 我要请问一下 到底访试了多少次 是用什么样的方式访试 有没有去注意到孩子身上已经有伤了 女婴在今年8月前 因为家庭因素 是由县府社会处进行安置 但女婴母亲在完成亲子教育课程 并通过社会处评估后 就领回孩子跟同居人一起抚养 对此中华民国儿童权益促进协会 召开记者会质疑 认为女婴是脆弱家庭 社会处是否有做到确实方式的责任 而社会处则坦言 案发前仅做电话联系 没执行家访 我们的社工有特别提到说 对于妈妈的部分 他其实有一直跟妈妈做联系 那也约好了要去做 我们的亲子赋能的一个评估 那就发生这个事情 谴责凶手是必须的 但是现在这个过程中 到底哪个环节有了出漏 我们要不要补强 我们要不要检讨 王维军严厉谴责凶手 强调额虐绝对是林隆忍 并指出国内近期接连发生 额少不幸事件 认为现行的额少社会安全网 急需强化 呼吁政府单位应尽速检讨改善 并落实执行相关规定 及访试工作